编译 WAV 大大政府 欧北乱募 欧北乱募 知民中下台 知民中下台 张胜河下台 张胜河下台 今天我们到财政部最大的诉求是反乱病,曾永续 财政部现在不搞乱搞,尽管会乱七八糟 想把公骨行骨并在一起,以为大就是好 其实只是为了财团做将来,诟病公骨行骨做准备 我们就业务的面向而言,在将来合并之后 其实会倒霉的是谁?会倒霉的是老百姓 因为合并之后呢,有很多的两家银行合并或三家银行合并之后 我们的企业体本身,它在银行的额度,它就会限缩了 限缩之后,它必须要向谁去?走向民间银行 民间银行,它利用了这个,可以利用这个时机 把这个利率来抬高,或把那个条件去限缩 这个将来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国家企业的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每次点名都点到我们? 我在合意的怀疑,才要把我们卖出去 甚至,现在正在,立法院正在讨论福茂 未来除了有可能卖给财团之外 是不是福茂通过之后 我们赵峰,我们运营是不是一起绑出去 就被,就被,入资买走 整个台湾的金融就完蛋了 赵美中!下台!赵上海!下台! 赵美中!下台! 因为,我们政府,长长几个月,现在 无人改变的事实,大整弯 我们完全没有对话 但今天是说,确定要公共病 一天到晚,在媒体上放话 病这个病那个,搞不清楚在病什么 搞得我们群里以为都人心惶惶 第一次,我们今天,到现场 要清楚,而且严慎地发出我们的视角 告诉我们政府,我们反对公共乱病 我们要求银行的有税 要求我们全体员工,我们自己的多重点 因为,我们9%的总统 居然要叫我们台湾这些最基优 台湾最前面,为国库道歉最多的银行 去死 因为叫我们总统只有9%的民调 所以乱炒皮财 所以只剩一年多的任期 却要推动一个5年10年的金融大计 这些银行的行员,是我们台湾最优秀的资产 这些行库,对台湾的购限度最大 可是,我们团队部,每一个月可以换一次消息 每一个月,可以换一次合并段下 所有的税后,政策都有发送 马正伟一直讲 你部长,不管什么事 要跟大家一点点,要沟通 要互动 我想到现在,部长一直没有跟我们见面 没有谈说公公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为这个政策,来互动 我想很多事情,就是要沟通就要互动 你看我们财政部大门现在还关着 部长就不出来 所以我第一个要喊说 部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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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的门不打开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好 捍卫全民资产 捍卫全民资产 反对公共乱兵 反对公共乱兵 捍卫全民资产 捍卫全民资产 我们看到政府又提出来了 我们要来偏经济 我们要将公公营的银行把它变起来 我们要来偏经济 我们要来布局亚洲区性的银行 请问一下 真的大就是好吗 大就是没吗 过去大家很清楚 几年前 金融喊笑的时候 美国有一家很大的银行 叫雷伴兄弟 对不对 大不大 很大 最后雷伴兄弟怎么样 大了 我们今天公共银行的 所有理事长一起站出来 在台政部递交抗议书 大家都以为我们要陈琴 对不起 这些公骨的 航库的理事长们 为了我们国家 在公骨合并的政策 已经多次的 向我们的财政部 政府 金管会 以及我们的立委 陈琴过了 可是 陈琴的结果 消息乱放 陈琴的结果 居然换来 只是理事长们要一个位置而已 这种低廉的 这种遏止的指控 这是侮辱我们所有公会 对于国家财政 跟国家资产保障 的一个决心 所以 我们要请我们 所有的理事长 把这份抗议书 送向财政部 来 现在请我们同能 向后转 向后转 中间让他说一条路来 让我们 把我们 抗议书 郑明正下台 郑明正下台 真乱病 反乱病 真有序 真有序 我们反的是 国家 对银行的乱病 我们要争的是 台湾的勇序 反乱病 反乱病 真有序 真有序 反乱病 反乱病 真有序 真有序 反乱病 反乱病 真有序 真有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